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栏目由Bloom暴龙眼镜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休闲旅游领导者图牛旅游网特约播出 休闲旅游找图牛下载图牛APP 手机预定更便宜 选择幸福选择亚塞河来盼盼盼盼盼到家安居乐业 本栏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特别赞助 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手机下载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 就有机会得到图里老师一对一的解答 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实时互动 并分享至朋友圈既有机会获得实物大奖 今天请到的是来自百合网的首席心理专家 周小鹏 周老师 欢迎周老师 著名节目主持马丁 马老师 欢迎马老师 影视演员吕佳荣 吕老师 欢迎吕老师 爱情导师 图磊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先来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情感当中遭遇了一些想法 他每天都抱怨自己多辛苦 难道跟我在一起真的没有幸福吗 我朋友他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可是我俩天天吵架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为了我俩的以后一直在努力工作 他却一直都看不到我的努力 总之我现在心理压力特别大 根本没信心跟他在一起 我真的很在乎这段感情 很想努力挽回 女生对于男生的不认同 变成了这一对爱情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老师们怎么帮他们搬这个障碍呢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张28岁来自黑龙江公司职员 女嘉宾小轩24岁同样来自黑龙江 有请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我愿意 两个人这是怎么了 矛盾很大吗 对 日常生活中经常有矛盾 谈恋爱多久了 四年多了 刚开始我们只是谈恋爱 然后到后期我们是两年多的时候 在一起同居了 这四年生活的怎么样 前两年说实话就是挺愉快的 一天特别开心吗 但是后来在一起之后呢 就是生活中有很多矛盾 这四年里呢 她只上了半年班 半年班不要紧的 每天还总买衣服 一个星期能买四五件 现在不穿什么时候穿啊 任老师黄时候穿的啊 你买可以啊 一个月买个二三百块钱衣服 不可以吗 每个月得有一千五百块钱 再买衣服和化妆品 这个膏那个水的一顿膜 那你一个月收入多少钱 两千九百多 两千九 百分之五十的开支 是女朋友要 穿衣服和化妆品 哪个年轻女孩不爱化妆啊 反正我觉得前华二十岁太多了 男生说了四年 只工作了半年 女孩子爱美是正常的 为什么不工作呢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 我看上她没看上我 然后她看上我 没看上她 那种工作 这工作也不是谈恋爱 还需要那么喜欢来喜欢去的吗 我就想找一个比较清闲一些的 然后挣得多一些 找不到合适的 喜欢找一个什么 挣得多一些 清闲一点的 有这样的工作咱俩一起去 那女生不上班的话 在家里做什么呢 做家务啊 然后家里做饭啊 家务什么都是我在做 她呢上班回来 就在那玩电脑 然后看手机 我让她帮我做一些呢 她就在那反驳 反驳几句之后 我再说她呢 她就在那一动不动 特别的梗 其实我也不是不做 我一个星期只休息一次 起早餐 黑蛋每天7点20就得出门 6点多才到家 其实我也挺累的 我为她改变很多 以前连菜道都不会拿 在家里呢 就是父母都给我做好了 然后我为了她呢 学各种各样的菜啊 每天都给她做饭 其实我也不是不干 就是干的 可能没有她干得多 她心里不平衡 我记得有一次 我俩就是当时 也是因为刷碗的事吵架 结果呢我也挺生气的 为刷碗吵是 就是你看她说 她干一天挺辛苦的呀 我上天班了 我还不想干 两人连碗都不想刷的 就这样子 所以说我后来呢 她刷的碗 然后我就躺着睡觉了 还没睡着呢 然后她一着就把车递上来了 然后我当时挺生气的嘛 就是怼了她一下 结果呢就上来给我打两个耳光子 那次吵架就是因为做假务 机缘好久了 什么都不干 我就越想去就想去 她那个梗地儿特别讨厌 我就一脚给她踹下去了 踹下去 我说你滚吧 别在这儿住了 我说你走吧 我不想看见你了 喇叭我 然后我当时拿手机 拿钱包我就抢走 结果呢全被抢走了 同人走还要留财啊 那我怎么生活啊 我就把她衣服都从楼上撇下去了 我就觉得这人性格 特别特别不好 惯的 她家是城市的 我家是农村的 城里人生活就是 吃吃喝喝 然后出去玩一玩 谁说城里人生活 就是吃吃喝喝 出去玩一玩 因为你看我现在上班了 在城里面 我们同事也是聚一聚啊 就是吃一吃喝喝玩一玩嘛 这种是常有的事 其实在她家里面也是这样的 我去的时候挺热情 招待我的 吃好吃的或者玩什么都很多 但到农村呢 我家里面就条件不太好嘛 家里面养一些猪啊 鸡啊鸭什么的 就是这个大鱼大肉的 她去吃 她特别不习惯 然后她不愿意去 她总抱怨这种事你知道吗 就是跟生活环境根本就不一样 你总跳我这个跳我那个 然后呢 她还总拿她前女友 跟我做对比 她前女友性格也好 什么都好 你前女友好 你找你前女友 我都给你 前女友为什么分开啊 我们那时候性格不太合适 那你干嘛 现在老拿前女友刺激她呀 我就是希望她能改变一点之后吧 你可毕竟生活在一起过日子嘛 都希望把日子过得更好一些嘛 平平淡淡的 然后俩一起去努力挣钱 多好啊 但是她就不行啊 平常怕狗大骂 就摔玻璃啊 什么摔玻璃杯啊 手机啊 电脑什么全都拽 那你怎么不想想你啊 你天天什么都不干 一说你来 一句十句咱那等着 我今天看她在这个现场 还没有那种脾气不好的那种样子 她今天问你说 我估计就是可能那岁金搭错了 搭对的时候经常吵 姑娘问问啊 你跟父母的关系好吗 他们是不是特宠你 对 那他们在生活里会给你补贴吗 多少会给一些 你父母对这个一点意见都没有吗 因为我父母知道我跟他在一起 我们父母见过面了 跟他在一起 然后知道他上班啊 我在家里就可以啊 其实他们父母对我挺认可的 但是生活中是存在一些矛盾嘛 你像那时候说 要年底结婚吗 买房子 然后那个他家 这个意思是说 必须整个全款房子 其实说实话 农村长大的 我家里条件没那么好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 我也挺为难的 我父母就想让我找一个老公 他家能出一个全款的房子 然后呢 我俩没有什么贷款压力 因为本来打工挣的就不多嘛 然后有贷款的房子 压力就更大一些嘛 然后呢 他家呢 拿不了全款的房子 然后首付都困难 我就想 这以后怎么生活 我朋友和我同学 而现在过得特别好 买了房子买了车 生活特别幸福 我就觉得这个心里有落差 所以我就觉得 我对这段感情没什么信心 姑娘 我特别好奇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稍微再问两句 可以吗 可以 我这些方便好奇 你妈妈工作吗 我妈妈不工作 我父亲工作 爸爸是做生意是吧 爸爸就是那个司机 那妈妈把家庭打理得怎么样 打理的一情况 父亲收入很高吗 在小地方收入不高 但是够别是生活了 你父亲一个月收入多少钱 两天多 你母亲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不工作的 一直不工作的 所以你不工作 妈妈是觉得没什么是吧 偶尔也会说一说 但是说什么 我自己有自己的主意 我一般都不挺 这个房子不买 接不结婚 因为怎么说呢 我就是看我同学和朋友 过得都特别好 因为他们都卖房子了嘛 你同学和你朋友 都是男生工作 女生不工作吗 女生也有工作的 也有不工作的 但是房子都是男方家 一般都付全款买了 不用说太大的 差不多就可以 还要付全款 对 贷款还不行 贷款因为本来就这么多少钱 你还是还贷款 其他一些 还要交各种费用 怎么生活啊 就什么时候有房 什么时候结 对 没房就这辈子就不结了 没房子 没房子 我就考虑考虑 考虑考虑的意思就是换人 可能吧 好了 问题摆在这儿了 没有听到什么恩爱 可能老师们还有一些疑惑 那把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老师们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女孩真的24岁是一个大好的年华 一个女人不工作在家里边 我觉得你能待得住吗 即使你买了新衣服 即使你化了妆 你也希望有更多人去看 但是你天天待在家里边 也没有人分享 你不会觉得生活很无趣吗 工作的开心 远比一些物质条件 带给你的开心 会更开心一些 我身边有很多 跟你同名的女孩 她们都在工作 虽然她们工作也很苦 但是她们会在工作当中 找到自己更大的一些乐趣来 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你还不想要稳定下来 你想要去换的话 真的我觉得她说的一句话 有哪个男人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 我觉得我能找到 难道你已经找了吗 问你呢 难道你已经找了吗 我觉得对于你来讲 从上台到现在 你唯一有一句 表扬你女朋友的话 你说的是 她今天不知道哪个筋搭错了 今天表现特别好 如果你就说后一句 说她今天表现特别好 我觉得你女朋友 肯定会很开心 但是你每在表扬一个人之前 你先说一个否定的话 我估计这四年 她也包容了你很多 因为你每一次想去表扬她 每一次想跟她沟通的时候 你都是用否定的语气 一直在跟人家说话 没有哪个女人受得了 自己喜欢的男人 一直在否定自己 作为男人的 你更应该对她 给予更多的一些鼓励和建议 而不是否定 女人是听觉醒动物 特别喜欢听男人说好听的话 先说女孩的问题吧 你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一个字 观众都猜到了 大点声 什么字 也不是来 家里的家务我也照常做呀 年纪轻轻 二十四岁不工作 然后呢 男朋友挣的也不多 就过着穷太太的逍遥的日子 这种日子你觉得过得有意思吗 刚才你们说的这些 她下班洗碗 她干这个 她干那个 你一天到晚在家 干点小家务活 只是天天都是我做 我只是认为让她帮我分担一下 不是你不做谁做请问 她天天在外面辛劳地为你们这家打拼 你不做谁做总有分工吧 完了你自己不上班 拿着钱 还不愿意做自己该分工 所做的分类之事 这不是懒是什么呀 反正我觉得她要帮我分担一下 那行 你有自己观点啊 说难听点吧 你寄生在这个男人身上 因为这个男人愿意被你寄生 接下来说说这个愿意养寄生虫的哥们 成立姑娘 是吧 看上去还行 有点漂亮 漂亮吗 漂亮 一个漂亮就能当饭吃啊 一个漂亮就能不出去工作啊 一个漂亮就能骑在你头上 那什么呀 一个漂亮就能说没房我就不嫁给你 一个漂亮就能谈了四年之后说 谁说我找不着心的 漂亮就这么管用啊 你就这么贪图漂亮啊 不工作 不挣钱 乱花钱 不愿意给你回家 不孝顺父母 多丑的一个人啊 哪漂亮啊 我跟你说 你不是农村长大的吗 中华传统的 这个夫妻关系里面有一条 可以女的不上班 很多女的都不上班 但是 这女人要做到八个字 相夫教子 从一而终 你觉得她能做到吗 也许通过你们的现场 给予帮助 我们是神啊 你也认 女孩 我最后问你这个问题 你能做到吗 她就这么穷 就这么涂里涂气 但是她对你好 你能做到吗 你可以不工作 相夫教子 从一而终 考虑一下吧 我说完了 我想了解一下就是 你觉得对方需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 我觉得男人就应该养家 然后顾家 照顾我就可以了 你希望一个比较就是 阿拉丁神灯一样的 一个万能一点的一个伴侣 那我还想问一下这位女生 你觉得一个女性在家里 应该做什么就够了 做好家务就可以了 那男生 你可以谈一下你的要求吗 毕竟嘛 人找 人这辈子找个 就是自己相爱的人 不一定是实权是美的 肯定不会是达到你自己的要求 但是我就希望她能改变一下自己的脾气 然后呢 如果能上班到最好上班 不上班的话也可以 就是你其实在意的点 不是说她其他的东西 就是说你做不做家务 工作不工作 赚不赚钱 这其实是其次的一件事 你更在意她的态度对吧 对 她只要有这个态度之后 我相信其他都会改变的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男生 蛮爱你的呢 他真的挺淳朴的 就是我这样一个男人 我需要的就是这么一点就够了 那女生你可能需要考虑一下 你在感情或者婚姻中 你能为对方付出的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 两个人都太没有自知之明 人贵有自知之明 你们是太没有自知之明 两个人眼里面 都怀出来的三个字 就是瞧不上 瞧不上 真的瞧不上 这瞧不上也可以 每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不错 现在确实有些女性像你母亲一样 在家里面就做家庭主妇 不出去工作 但是在瞧不上别人的同时 考虑一下自知都干的些事 你真的把家务活都做得那么好吗 你对对方的父母孝敬吗 没有 其次 你的母亲之所以被你的父亲所供养 她一定有什么东西是让你父亲甘愿这么去做 你的那些闺蜜之所以能找到一些相对于你的男朋友条件更好的这种状况 那肯定他们也付出了他们应该付出的 不要觉得别人都在吃肉 也没有看到别人付出的时候 说句实在话 你在说那几个字的时候 你不觉得你脸上发烧吗 你说 我就想找一个工资高 干活又轻松 这就是典型的不劳而获 我就觉得在家里打扫好卫生 男人负责包养一切 这就是寄生虫 我反正我父母每个月还会拿个五六百块钱给我生活 不支持啊 真的不支持 我说这句话可能特别难听 但是也许你的生活当中 你的父母没有这样说过 你的男朋友也没有这样说过 我之所以这么说你 是如果你一直再这样下去 不光这个男人不会在你身边 你将来会很惨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过你母亲那样的生活 你可能没有你母亲那么好命 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的对自己好的丈夫 就是你的父亲 所以在没有找到之前 先学会自立更生吧 对于男生来说 既然你是从农村出来的 咱们在找女朋友同时 也得朴实点 不要找那花里胡哨的中看不中用的 而且我也不觉得很中看很一般嘛 找个老婆用来疼用来爱的同时 这老婆也要学会自立更生 因为你养不起 你找个老婆是一起过来过日子的 是共同奋斗的 可她不这么想 她连回你家都不愿意回 分明就是瞧不上你 别人都瞧不上自个儿了 自个儿干嘛还要屁点屁点往上贴呢 对吧 找一个跟你愿意共同奋斗的 愿意一起靠自己的双手走向明天的 找一个这样的女人 不一定漂亮 但很质朴 比你这种被别人瞧不上的日子也好得多 好吧 都瞧不上 别拖了 拖了四年没劲 是吧 我说话的时候 女生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 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很讨厌 但我愿意做这个讨厌的人 因为我觉得我这番话一定对你是有作用的 祝你将来越走越好 再见 不管是家庭妇女 还是全职太太 如果她是一个职业的时候 她都有一个职业规范和要求 还有 你们结婚了吗 没有啊 没结婚凭什么让她养你呢 男人就应该养女人啊 男人就该养女人 你们俩没结婚她为什么要养你啊 跟我在一起了就应该养我呀 跟你在一起 为什么就是她养你呢 你觉得你们这是一种恋爱关系 还是一种长期的买卖关系呢 所以我觉得你把有些事情想清楚 可能会对未来好 我们希望大家都做一个独立的人 至少在精神层面是独立的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他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六十年 我们已经相识四年了 从相识相知到相爱 其实挺不容易的 我也希望能改变一些 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努力 通过自己的双手 创造属于咱们自己的幸福生活吧 希望咱们能够在一起 其实这四年里呢 幸福快乐时光也是有的 一点一滴呢我也都记得 她确实呢对我是非常的好 然后呢包容我各种各样的那种小姐脾气 我也是知道的 我就是希望不要过那种漂泊不定的生活 然后有所稳定 然后呢这样呢 然后咋咋的生活能够更加幸福吧 没了 没有了 晴亮灯 那个不再漂泊了是指买房子是吧 对 我帮你问啊 如果我不能够买房 可能一辈子我们俩就租房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想一想吧 想一想吧 所以啊 最后提醒你啊 大丈夫喝患无期 换箱子吧 来 哎 请关门 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5 4 3 2 1 请开门 1 2 2 3 2 3 2 2 3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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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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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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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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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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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时候我也在跟自己吵架 既然你们感情没有什么问题 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可是她小姨没事就掺和 没问题也变得有问题 那你就自己进去点 别让你小姨总说一会话 我也很努力的 可是她和她小姨就是看不见 那大不了分手 那我真舍不得 编导用了一种电影的手法 告诉大家一个男人内心的一个分裂 有本我 有内心的我 有现实的我 总之有一堆我在那跟自己说 哎呀我到底跟不跟她分手啊 所以这个难题交给各位老师 来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娃27岁来自辽宁 吴燕女嘉宾小木28岁来自辽宁 是一名财务 来有请有请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愿意 谈恋爱多久了 一年多了 资料产美说你无业是现在刚准备换工作 在一个空窗期还是 现在正在考人力资源证 一直有工作吗 对一直有工作 筹备新工作的这段时间有多长 大概两个月 谈了一年多恋爱了 喜欢她吗 之前挺喜欢 现在不太喜欢她 一开始我们俩感情挺不错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得罪她小姨了 不管是我在不在眼前 肯定的都得说我两句 她总是把问题归结于我小姨身上 其实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 跟我小姨根本没有多大关系 我也不是没有思想的人 你为什么老觉得是小姨干涉 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她小姨就是有时候我在眼前 我在厨房做饭嘛 她没事 然后就跟她往我等着捣捂 就说这个牌友 然后有个朋友啊 都要给她介绍 我小姨给我介绍是她的事情 我有权利拦着她吗 她介绍她的 那我也没看呢根本 我连这想法都没有啊 你就是想看 你还好意思 你天天在家打游戏 我小姨一来就只看着你在打游戏呢 其实就那么一次 就一个星期天嘛 好不容易跟朋友组个团 一起打个副本嘛 那会儿都是开荒阶段 小姨一进门就在 就在那儿滴一刀滴一刀 就说我不理她 你这是给我说死了 对我给我好的埋怨 你游戏死了重要 还是我小姨来了 你能不能接待一下 她一进门就看你坐在椅子上 就在那戴着耳机玩游戏 连头都没回 你说任何一个长辈 看见你这样 不说你还留着你啊 那平时我在你家 跟你收拾卫生 给你媳妇做饭 她在旁边干什么呀 指手划脚的 你要觉得我小姨 党害不帮你干活 你可以不来呀 我以前过得也挺好呀 我这不是心疼你吗 你瞅瞅你小姨 坐了什么玩意呢 那是为主的 你们现在是一种 什么生活状态 为什么老是小姨去你的 因为我父母不在我身边 他们在外地 然后我们住在一个小区 你跟小姨住在一个小区 对对对对 从小她就能挺照顾我的 没事利拿水果 过来给我手术家 做饭什么的 反正她也退休了 小姨自己有孩子吗 女孩我有个妹妹 结婚了吗 还没呢 她们也快结了 那你这小姨 觉得你那个妹夫怎么样 准妹夫 她小姨没事就拿她妹夫跟我比 说人家懂不懂我能挣钱 我咋没听过她说 她这个女婿长得跟土豆似的 你别管人长什么样子 你居家过日子 难道是靠你天天在家 支微博做饭呢 这我支微博 这不是怕你动着吗 不是你干嘛 支微博 是指网上发微博还是 支毛线 支毛衣 暖男啊 好啊 那总不能 总是得加支微博吧 不上班能行吗 你天天在家支微博啊 不是不是 就我就给她支了一条 给我自己支一条 啊 你这手艺什么时候练的 看不出来啊 基本什么都会吧 啊 不是挺好吗 她换工作她说她要考什么证 这个证那个证 那关键是她买了一大堆书放在我家 你倒是看呢 那我感觉那书都长毛了 我也没看她翻过呀 我那书都翻出褶了啦 你小姨没看见 那谁让我小姨看见的 只是你在打游戏呢 不扯小姨了 你觉得这小伙子怎么样 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觉得她特别好 就像你说是个暖男 工作也挺好的 然后现在 现在工作也不知道她为什么 就给辞了 不干了 然后就在家一直待着 嗯 一直待着 就觉得我们两个真是 越来越远 她做的饭好吃吗 还行 你每天回家等 她的做好饭等你是吧 基本上吧 哇可以 你的饭够谁收拾呢 我收拾 我觉得你比刚才那女孩好多了 你不发脾气吧 还是发脾气 她怎么不发脾气 上次我就掉在地上几根头发 她就非得让我剪 我说我不剪 就跟我喊 而且是当着我小姨面 你可别瞎说 我什么时候喊过你啊 咱俩吵架 从来都是你喊我 要不咱俩就谁也不搭理谁 那我小姨在场的时候 你是怎么跟我说话的 你说话声多大 你就把房盖都顶开了 其实我就是开玩笑那么一说 结果她和她小姨都给当真了 你开玩笑说什么了 就说你把头发剪下来 啊 不是这种口气 是哪种 你把头发剪下来 是吗 嗯 其实也差不多吧 我那个蹲我 蹲我是蹲不下去了 啊 站着往后 我闲她压地往后 她不赶紧 我每天我都是跪着擦了 啊 你现在花她的钱吗 不花 那你的继续 我有自己的继续 好 我也不花她的钱 啊 蔡金是谁出 我出 那你就花人的钱啊 是她说她现在没工作 她说要来我家 然后照顾我 白天过来给我做做饭 手手的讲 我说那行的你就来呗 啊 那现在你觉得这个男生怎么样 给我们总结一下 他的优点是 优点就是什么都会 你看他这么大个子 但是性格太柔弱了 太软弱了 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我对你本意表现不好吗 你就是表现太好了 表现好也不行 你们现在这些姑娘 你们要什么呀 好好好 就是反正没有主见吧 好 你小姨怎么看这男生啊 小姨就觉得他现在天天赖在我家 然后也不找工作 然后以为就花我的钱 而且像我 就像我养着她去的那种感觉 那你跟小姨说清楚不就得了吗 她就是其实就是看不上她 我跟她说了她其实她心里 那她为什么看不上她呢 还不就是因为她现在没有工作 你小姨觉得她人品怎么样 我这个我也没问过她 反正她总是说她的不好 你怎么把人小姨得罪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把她得罪了 那这有一次 你做了什么 对就是有一次 然后我就听她俩等着唠嗑嘛 就说然后我之前出对象的事 那该她什么事啊 之前有几个对象该她什么事 我小姨帮我查出来 他说同事的儿子 跟他以前是同事 然后告诉我说 这个男孩挺有心眼的 你要小心点怎么怎么 说他 他跟我说他以前有两个女朋友 然后其实是有四五个吧 那有关系吗 我现在手里牵的人是你好不好 其实我根本不在乎他以前 有多少个 但是你不能对我撒谎 对不起 这是我的错 哎 你怕她小姨吗 不怕 不怕是吧 小姨来了 来 有请小姨 刚才你们说我 我们家女儿对象像土豆 那你像什么呀 你地瓜呀 她说我外甥女儿 我看她长大的 我当然让她幸福了 你能给她幸福吗 能 每次去都碰你打游戏 买了一堆书 你看了 你翻了几页啊 你不管我做饭是 喂猪也好 喂羊也好 我那孩子 我外甥女儿我都带大了 你没有资格 没有前人那么说我 书姨 是 对不起小姨 我错了 那男女汉哈 做的有点差劲 你应该有男人那种阳刚之气 嗯 你是有阳刚之神 你没有阳刚之气 你知道吗 我不看她们俩继续下去哈 希望你们 从这里走出去就分手吧 听明白了吗 没有 没有 不能 还不能 怎么不能 我就不看好你们两个哈 嗯嗯 是别人有的 我以后我也一定会给她 但是我现在看不到 嘿老爷 不是您嫁她吧 是 但是她说我外甥女儿 我看她长大的 是是是 希望主持人能理解 非常理解 如果她走出去呢 就劝她们分手啊 小姨 我会 我会对小婉好一辈子 唉 我还一样 小姨这样 她要是不行 你觉得在场的男人 是哪个你最满意 我手里还有很多优秀的男孩 人家手里有 说我怎么样 没种类型的 起码能给我外甥女儿 好的未来吧 和幸福吧 你知道她喜欢那种类型 起码应该喜欢对家庭 对孩子 这个不是 这是基本条件 我说性格方面喜欢哪种 比较豁达一些 开朗一些 大方一些的男人吧 好 那我现在问一下你 你喜欢她吗 还行吧 你 我跟 我现在跟你说真话呢 我不跟你开玩笑呢 我问你喜不喜欢她这样的男生 她这种性格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不合适了 不合适了 是真话是吧 对 好 谢谢 请回 请回 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我们各位老师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想问男嘉宾第一个问题 你想考人力资源证考来做什么 换一份先的工作 那你想换什么做人力资源 是 可是我觉得你一点都不适合 我们说人和人之间交流 交流是要用很多的话语 表达自己的内心 表达自己的想法 但是真的从上台到现在 我既听不到你内心的想法 也看不到你头脑当中你的需要 恋爱尚且如此 何况工作 但同样我也想问女孩 既然最开始好 为什么经过小姨的搅和就不好呢 我并没有觉得这个男生 真的像你小姨说的有那么那么的不好 他可能真的会打游戏 但是我也相信他所谓的 他只是偶尔打了一两次而已 但如果你就因为这一点点东西 把它全部放大到说 我以前爱你 现在我一点不爱你 我觉得你不好 我觉得你是在否定一个人对你的好 因为每个人他都有搅和期 我觉得我们俩刚开始认识的 还是挺愉快的 越来越觉得发现他的性格真的 我和我非常不合适 我相信他不是你唐第一个恋爱 你肯定有交往过其他人 也跟别人经过磨合期 也有发现对方有不合适的地方 如果永远去找磨合期不合适 磨合期不合适 磨合期给我们的感觉是 磨合中间发生问题 共同去解决 而不是磨合的时候发现问题 说不好意思你有问题 那好我换一个 难道真的下一个男人会更好吗 人是可以有缺点 但是如果两个人的性格 实在不合适的话 你说以后 到时候连话都没有得讲了 你这样是 你想找一个不听你话的 你希望他有主见 我相信他有主见 因为他选择要不要跟你做饭 他选择要不要换工作 他也选择要怎么来做 他无非做的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太嘴笨了 一般的人看到小姨这种事 小姨你做饭挺好吃 一般的男生会去说 即使再不好吃 也会说很好吃 但是嘴笨的男人 有嘴笨男人的实在 所以我觉得真的好的好的恋人 是要大家消除对方的缺点 而能够增加彼此的优点 二十八岁的你应该 作为一个成年人 你自己有判断 而不是应该小姨 来帮你做判断了 我就是因为知道 我年龄现在也不小了 我觉得我应该找个 更合适我的吧 那就咱接着这个说 你认为更合适的男人 有哪些标准 最起码有自己的视野 出人头地 让你有羡慕 依赖感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吧 所以小姨所有的上场指责 和这个女孩 现在说希望找个 更合适的那个标准 是统一的 就是有成就 上进心 对 上进心非常重要 好吧 上进心拿什么衡量 工资比较高 事业比较有成 还回到这个点 小姨怎么想 外甥女儿其实也怎么想 只不过小姨更强势 外甥女儿年轻 显得更温柔一些 但骨子里 你是认同小姨的观点 对吗 基本认同 基本认同 所以小伙子 你面临的不是小姨的刁难 不是小姨的没事串门 不是小姨的故意找茬 而是她们对婚姻的看法 对另一半的要求 就算小姨不在她面前 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 你也未必能挑得了你女朋友的关系 因为她们基本的价值观和对男人的要求是一样的 小伙子 我觉得好男人有这么几个标准 第一 好男人一定是顾家的 有温柔的一面 甚至还干家务活 你符合这个优点 第二 好男人对自己老婆好 这两点我觉得你都符合 你是个好男人 或者说可以成为一个好丈夫 但是你必须做到另外外在的好 就是安全感 你要上进 她可能就有安全感 你要有份好工作 她小姨就没那么叽叽歪歪的 所以你如果想成为一个好丈夫 想成为能娶她的好丈夫 你要把自己的外在修炼起来 希望这个姑娘知道自己男朋友身上有金子一样宝贵的东西 至于说外在的发光 你要帮助她 督促她 让她内外兼修 好 你就成为最幸福的女人 女生比较感性吧 我觉得爱会让你动用你的智慧解决一切的问题 但是前提是你们要有爱情 这是一切的基础 我不是特别看好她们 因为我觉得这女生不爱她 一开始你们在一起可能是因为 这个男生他对你太好了 他对你太好你很感动 就是爱情和感动 我觉得是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可能这个男生在生活中 在感情中 他有点愚笨 有一点点可能不太会讲话 但这个反过来讲 也是你可爱的一面 如果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真的爱你的女人 她会觉得你好可爱啊 她不会觉得你怎么这样 就是爱与不爱 她会有两种分析的表现 就是说爱了之后 她会觉得你的缺点怎么都是可爱的点 然后她不爱你的时候就觉得 那这个真的是我们之间的问题 那现在这个女生我觉得 就像你刚才点头一样 你或许也同意我说的这个观点 她当然是对我太好了 对 就是很多女生感情中会有这个问题 到最后她也会恋恋不舍 但是我不爱你非常抱歉 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 我也好想爱你啊 因为你是那么的好 那么的暖 那么的疼爱我 好 终于有一个老师说了 唉 不爱就别勉强 也别改造 我是这种感觉 好 图老师 谁都没有错 谁都可以选择生活的权利 我以往在最后发言的时候 我内心多半会有副稿 我会想我说什么 12340 但唯独今天 我心中没有任何的副稿 而且我第一次 在当事人面前 我是一点优越感都没有 我是有羞愧之心的 因为像她目前所做到的这些 是我现在做不到的 她所说的现在天天在家里做做饭 吃吃 微博 擦擦地这种事 我一件都做不到 因为我天天在飞 只能动动嘴皮子哄哄的 所以有的时候想起自己挺虚伪 表面上说 挣几个钱是为了家 但我连2月14号情人节 我都没有陪我老婆过 而且情人节 正好是我们的结婚周年 相识纪念日 我都没有陪她过 我觉得我现在过的这个生活啊 不是日子 她这种生活才真叫日子 我老婆那天给我发条微信说 你知道吗 全国的人们都好像知道 你对我特别好 但是其实你对我真怎么样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表面上在外面辛苦的工作 但是你有花了多少时间在家里边 我确实现在一个月 将近有20多天在外面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成为了谎言 我确实做不到这些 我确实是认为 这个男生身上的一些闪光点 我们想要做到 但很多男生做不到 而且做不到也就罢了 很多男生还不引以为是缺点 还认为我在外面忙 我本来就浮出了我的汗水 难道我还得像个女人一样 娘娘叽叽在家伺候你吗 但这恰恰是一个丈夫 应该做的责任 他没有花你的钱 他没有靠你养 他只是暂时的事业低迷 两三个月 他没有任何所说的 我们你所说的 没有性格 没有主张 他是个很爷们的男人 虽然有的时候嘴有点贫 情商也不太高 但是这个世界上 有哪个人是不希望被对方捧在掌心的呢 为什么被对方捧在掌心 还要那么贱地说一声 我要离开你是因为你对我太好 对自己好友什么不好 他真的是让你绝望了吗 没有啊 这男生不是说他将来一定没有出息 我感觉就是你现在 跟你的小姨是在谈内涵 你是完全被他所迷惑 亲人衡量自己的子女 或者是亲戚 幸福不幸福的标准 是看他受不受苦 但恰恰有些在爱情生活当中的人 把吃苦当成是一种爱情 可是你现在没有这样 如果说在一开始 我们还认为你们之间没什么事的时候 当我问你 你真的不喜欢他吗 就我刚才问你那句话的时候 你很严肃地说 我真的觉得现在不适合了 我才觉得这问题的真正严重性 你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 若是将来他真的事业飞黄腾达了 或者是特别忙了 没有时间照顾你了 天天就在忙打听 而且还以此为名来冷落你的时候 你才会想到 我不需要我的男朋友多么有本事 我只需要他能够给我一点阴静的温暖 所以人有的时候真的是好见的 有了这个要那个 等有了那个 你又想原来的这个 所以说不要错过 我劝你不要错过 如果你愿意出来 我给你真正的祝福 确实人在不同的阶段 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对 兄弟 不是说你不好 你得找那种能欣赏你的人 有人他就欣赏不来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个性选择吧 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走进柔顺拉方黄金六十秒 小婉 咱处时间也不短了 我对你的心意你还不了解吗 咱以后能不能别让老让咱小姨参合咱俩的事啊 你到现在还是不明白 我觉得我们两个是有距离的 我觉得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这也是对你负责的一种表现 听话啊 咱晚上回家再说话好不好 我给你做你的 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 我不喜欢吃红烧肉 你最喜欢的红烧排骨 不喜欢吃 工作我会找呢 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时间到啊 心里还是挺难受的 啊 行吧 两位交换秘密吧 我希望 你那箱子里藏点什么秘密 可以有个大逆转 谢谢两位哈 秦辉秦辉秦辉 我们看到了一对情侣 男方说是因为小姨的干预导致了他们的情感出了问题 但是通过我们这个节目我们在现场所了解到的 发现女生对男生的爱开始摇摆和犹豫不定 接下来我们就看箱子里的秘密 能否逆转他们的情感 5 4 3 2 2 1 请开盘 还是挺遗憾的 我一直在猜测女生的箱子里到底写的什么 把如此痴情一个男人看完就决绝的走了 这大概就是这个节目的魅力 我们跟大家分享不同的思想 然后大家用我们的分享去决定自己生活的方向 希望我们四位老师都帮到大家 我们的节目是由柔顺拉方喜发录特别赞助的 在这里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进入老图有话题 天天圈的用户小花的2014向图老师提问 他说我们相处一年多可总是因为一些小事吵架 不信任 他总说要分手 我为了他背景离乡 他总和身边的朋友和同事说我各种的不好 不尊重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 付出没有收获的时候无疑是痛苦的 但是那种付出想要收获的那种感觉 更加加重了这种痛苦 其实在爱情生活当中往往十分耕耘 不会有一分收获 所以想清楚了付出的时候就付出 想不付出就不付出 但既然付出了就不要去求回报 以免加重自己的痛苦 在这里要感谢各位收看了本期 由波龙暴龙眼镜冠名播出的爱情保卫战 我们的节目是由休闲旅游领导者图牛旅游网 特约播出的 休闲旅游找图牛下载图牛APP 手机预定更便宜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炉特别赞助 感谢拉方柔顺喜发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